经济参考报告查 严管之下 小散挖矿仍未绝技 虚拟货币挖矿带来高电耗 同时隐含金融风险 因此有关部门出台了严监管举措 严监管之下 各地针对挖矿企业的用电清理整顿也不断收紧 并从过去的拉闸断电扩展至查封矿机 排查IP 三年来 红建指挥一江之隔的江苏老家的父亲启动系统 自己用远程控制软件操作矿机 挖掘虚拟货币 直到10月中旬因每月用电量3.5万度 远超正常居民和个体工商户用电量 被列为用电异常户而暂停供电 比特币需要专业的矿机 普通电脑设备只能挖以太币 今年10月 剑桥替代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2021年5月至7月间 中国在全球比特币挖矿活动中 所需的计算能力所占份额从44%降至0 美国 俄罗斯 柬埔寨成为矿业新中心 关于下一步的整治工作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 在今年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执行居民电价的单位 若发现参与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将研究对其加征惩罚性电价 形成持续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高压态势 自然人分散式挖矿不是规模化的 也不是企业性质的 发改委 工信部队这类挖矿行为没有办法 虚拟货币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不与经济的基本面挂钩 但也需要看到 中国对加密资产监管一贯知识 链币分离的态度 支持区块链技术发展 防范加密资产交易相关风险 区块链技术很好 但应用前提是多方互信 并且愿意共同参与 但绝大多数的应用场景很难实现 不认为既然不愿意共同参与